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了 這樣啊 我十萬塊的豬股 那如果有春花也知道 你怎麼四度都不知道 我先跟你說 阿嬤是沒辦法幫你倒三天 母子 你不用救我 那豬股你死天都沒看 春花也不知道 你最放心 母子 沒事了 你爸爸吃了 吃飽我再來想 別玩了 沒事 你真是動罪 沒事 我看你 有素 沒事 我真的覺得老天爺 純心在跟我們作對 我們好不容易可以去約會 結果媽咪竟然叫我陪她去醫美 我也是 我阿嬤還要我陪她去喝喜酒 但還好我用工作退掉了 真有默契 我也是用工作推脫掉了 這時候就很感謝自己有一個 可以除彩的工作 還有感謝我的冠老闆 你說Vita的壞話我要跟他說 怎樣 你吃醋 無聊耶 吃不醋 好 無論如何我們都一定要成行 絕對不能讓任何一點小事 除外了我們的人生大事 很誇張耶 你現在爬在地上想做什麼 我在鍛鍊呢 我想把自己練得強壯一點 好保護你嘛 是我保護你才對吧 還你保護我咧 好啦 好啦 我知道你是神力女超人 那我的女超人 我們來親一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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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超 嗯 最近外面怪怪 啊 那感到 這可能有法令人 那這兩偶 更耐力 可能有當伯的老 唉唷 春花啊 妳怎麼可以說妳等不然老 等妳真老 欸 會不會聊天啊 妳 那就有婚了 妳怎麼 妳有婚 我沒有婚 我只有智慧 對… 對… 欸 我聽妳說喔 說什麼玻尿酸去煮這兩塊 蘋果雞煮得撲起來 至少年輕十歲 蛤 玻尿酸 嗯 人家是醫美的那東西呢 妳現在怎麼對這有應酬啦 唉唷 就上班跟照我去百貨公司 就要說喔 我怎麼能重回少女時代 就叫我去煮玻尿酸 還是滷毒感菌 煮了之後 就像女兒一樣 說一說 我有點心動嗎 唉唷 唉唷 小燕姐 嗯 我是知道妳們兩個 為了小孩可能可以做一些事情 不過妳這樣整天黏色灰 感情好像這麼好的 這點我就覺得怪怪 妳們很奇怪 是妳怪怪不是怪怪 好嗎 我跟她不好妳也怪 跟她好妳也怪 我喔 是因為她道歉了很誠懇 所以過去那件事 我就纏了她 讚… 這樣春秋藏國時代就結束了 我們武林兩家可以修建了 這樣對大家很好 大家就好理智慧給我 為你滾 沒在滾 沒有啦 我跟你說 我是原諒她 上次那件事情而已 春的 她都沒有什麼建設性 我都不懂她 我都不聽她 那是當然喔 對不對 你這麼有個性 怎麼可能聽她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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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 先領五萬塊給我 我要給豬肉營 好 好 唉唷 想聽了嗎 我給妳先領五萬塊給我 我明明很無形 我要拿給豬肉營 有困難嗎 沒有…五萬塊 對 我之前給妳十萬 應該現在 應該還有差不多八九萬吧 有啦 有… 有喔 先領五萬了 好… 我明明很無形 我來看看 好…我明明才領五萬塊 我明明才領五萬塊 老婆 我的寶貝老婆 我…我最親愛的老婆 你旁邊躺了一個這麼帥的帥哥 你都忍得住我 你這樣到底是在懲罰我 還是在懲罰你自己 欸… 欸…好像有蚊子 欸…欸…老婆 小心…老婆 冷…冷靜…冷靜…老婆 你不要越界啊 你沒看到蚊子 沒有啊… 好啦…沒有…沒有蚊子… 放下…放下… 老婆… 你之前說我是婚內單身 我覺得你現在也是婚內單身的耶 既然你的軍師都已經回去了 那麻煩你面開始回你的大本寧睡覺 謝謝 好啦…小心小心 我昨天聯絡木炭的廠商 他們只有這個星期六有空讓我們去拜訪 嗯… 這件事不能拖 這個星期六就去 羽蓉 我們一起去吧 一定要這個週末嗎 怎麼了 你有事啊 我… 妳忘了喔 妳要陪妳媽去醫美嗎 嗯… 喔… 對啦 我要陪我媽咪去醫美 所以這禮拜我不能去了 不是 醫美一定要這個週末去嗎 一定 因為醫生要去生孩子了 她老婆要生小孩了啦 而且我媽咪說這個醫生她很難預約的 好… 那… 梓杰 妳跟我去吧 我去啊 嗯… 她這禮拜要喝喜酒 嗯… 喔… 對啊 我最近太忙了 沒時間陪我阿嬤 我答應她這禮拜要好好陪她 這樣啊 那… 星期六 我們兩個去吧 喔… 好 他們兩個都有事 我跟你去吧 嗯… 不對勁喔 你們兩個不是在吵架嗎 為什麼對對方形成那麼清楚啊 喔…我姐跟我說的 我二哥跟我說的啊 不然呢 喔… 喔…對喔 還有二哥跟二嫂 好… 難怪你們會那麼清楚 你變聰明了耶 我本來就很聰明 幹嘛偷聽講話啊 走開來 回去 加油 為那麼多快走啊 還有妳 妳幹嘛探聽我意思啊 欸 這是我要講的台詞吧 妳才不要探聽我意思 哪天吵啊 才不要探聽我意思 就是這家 就是這家 上次說 有新婚的家 嗯… 最近都下午可以過去 在家裡